今天開頭怎樣? 等著關把劍事吧 等著把劍等著我放在桌上 我好像裝模作樣很厲害 拍下去後就和我特效把劍 就飛來飛去 像以前那些武林小雪的 然後就發功把劍分身 就是這樣 然後便有眼金金白合金 再加特效 準備 3 2 1 武功苦練10年 今天終於有用了 好,眼睛睛爆金,我們今天爆什麼遊戲? 好,今天爆的遊戲就是Blade Rackle 好,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爆遊戲的部分 好,我們今天爆,因為這盒東西都比較大 而且爆Boss的過程很在乎開盒的一刻 震撼,所以我們用這個角度來 好,阿金你幫我來吧 好,請介紹一下,是一隻二人對戰的卡牌遊戲 Blade Rondo,即是劍之輪舞曲,它的中文譯名 其實都給了一點背景,這隻就是一隻日文遊戲 之前我們都介紹過 但當時只介紹了Core Game 現在出了五集,內地有一個雜誌 出了一個中文版,就是一個我們叫Deluxe Edition 這個Deluxe Edition,其實是日文都沒有的 日文都沒有這個Level的Deluxe Edition 所以覺得都值得開來看 而且質素都做得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一個爆Boss 先開一個盒子 看看裡面有什麼 這個盒子這個封面其實就是 湯金 而且這個大小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正方形 是比Ticket to Ride大 一來的時候都蠻震衡的 也不知道這麼大盒 Core Game只有五盒就頂了 沒有想過它這個尺寸 然後一開,這就是第一個震衡位 沒錯 它就是一個傳畫的圖 其實就是,我沒記錯,好像第五集 其中一張插畫 真的做得很漂亮 接著呢,未完的 如果只是這麼多,就不會故意拍一集 繼續開 嘩,說好震撼 好震撼,黑色的 其實這一本是比較厲害的 這本其實就是它的設定集 日文其實都有 薩基努卡 為什麼? 薩基努卡 我知道,就是卡修那個 沒錯 又打不出來 又打不出來 要發光 又做特效 又做特效 其實這本就是設定集 它之前日本都有出過它的設定集 但不是整本硬皮書 它可能是幾頁幾頁 我將它所有的原畫編錄 然後每一個角色,每一個劍技 它都有解說在裡面 就是繁體字 整本就很厚 做得很漂亮 有些粉紙來的 就是令面那些 這本是做得 比我想像中是再做得更漂亮 你想寫哪個人的名字 想去呢 死亡不驚 先寫你 好 接著就去到Play Map 如果有玩過 或者有看過之前 大家也知道 它原版就是一塊很小的版 然後它的集資 就跑到這兩塊Play Map 有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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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原版選規 放滿了 血量 滿了 還有CADDAD 付款 compare 有滿了 兩塊 一身兩份 好像封面那兩個角色一樣 還要是車邊的 現在Mouse Pack不車邊 好像被人覺得是老了 這兩個 接著就 去到內容 內容要解釋一下 首先其實 這裡有少少偷雞 本身有五合遊戲 有五集 其實我開始期望 他會把這五集 一次過收藏在裡面 但他到最後只不過是 把五合的遊戲放在裡面 所以有很多東西重複 但慶幸的一件事 例如這塊就是原本的角色 還有它有些顏色 都重複了很多 慶幸的是 他入完套後 就能放回六合盒 不過要留意 原遊戲送的就是薄套 類似天籃寶 那種薄套 用開龍盾 這個不太接受 但是如果你用龍盾 那盒就會高了 那整盒就會高很多 就會蓋不到蓋 那你自己衡量 如果你為了蓋到蓋 收納得好 那就唯有這樣做 另外我投訴 就是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出的DELUX EDITION 通常會把Woolbox重寫 但他也是沒有做的 只不過是做回每一本 的Woolbox獨立 這樣 這個就可以 叫做 投訴位 還有投訴位 就是卡結束之後 打橫放 其實你玩這麼多 我想抽的 打動會不會容易 對 如果他是一個卡盒 那種會比較好 另外他也有做回一些 就是剛才都說 他有很多色 那為了要把色的 可以放回 他和Token 那他就把 給你多一個盒 就是第六個盒 那這個盒 就專用來放一些色 因為如果你放在卡套位 就放不到一些色 放在這裏 還有一些GEM 另外 這個也是Search Goal之一 其中一集 就有月亮和太陽 他就做了一個金屬Token 就放在這個盒裡 就可以做了 另外 有一件事 我幾意料之外 他做得好 就是利比尼文書 其實這個GEN 在日本 那個 那個人氣 其實都僅次於散鷹 每一次去到那裏 其實都很多人排隊 所以他們都很有心機做 有心機做些什麼 這個是閃卡 我覺得這個閃卡 如果你有去買日文版 他的閃是金字的閃 不是這種 聲稱碎閃 這些比較差一點 但我想說這個 其實這遊戲 如果你有買日文原版 你知道 其實他那間公司 就很想 將整個遊戲的世界觀 做得很好 那他就做了什麼呢 如果你玩Original 本身的遊戲 他已經有一個Solo Mode Solo Mode 有一個AI Deck 你要打個AI Deck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在他官網上高 都有一個網頁版 是讓你去玩故事模式的 故事模式 就像冒險一樣 就是你拿著搭釘 接著就去網頁上高 看一些故事 接著就可以去選選項 然後就會有些效果 接著會出些怪 接著你會打 打完之後 每一次的故事完結之後 會有一個結局 隨著你不同的選項 會有不同的結局 他現在就會將網上高的本頁 所謂網上高的網頁內容 就譯了中文 包括了選項等等 那你就可以根據選項 就可以Draft到不同的卡 接著就會打不同的怪 直至你拿到不同的結局 說真的 我還未仔細看他譯得好不好 但是暫時來說 都未有很大的投訴 他也將網上高的每一個故事 要打給大樓 也將大樓引入實體卡 不過當然那公仔 其實都是其中一張卡 都是重用的 但是就做回網上高的效果 不過也要說 投一投訴 美中不足的就是 未齊的 因為根據官網 他好像剛剛最近 都有新的故事 他應該是未齊了所有的 但是 他也有盡做的 在他推出這個遊戲的時候 他有的已經放進去 也有一個中文的教學 整體上來說 他好像還有一個月曆 還有一個月曆 月曆就沒有拿到出來 整體來說 今次這個集資 遊戲之前介紹了 如果你想看 可以看之前介紹 有一個日文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在硬件的質素 來說 都真的沒有東西可以投訴 這個價錢 有這個內容 但我只會覺得 他比我所期望 所做到的事情 是再進一步 如果你對這個遊戲 真的有興趣 而之前因為它是日文 看不明白這卡 就 skip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入手機會 那些人都會問 遊戲會不會再出下去 其實是完 也因為完才出這個 BIGBOX 所以如果你想 把它當作為一個 獨立遊戲 去收藏 其實這一次是一個 好的機會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內地的網上 會不會有人放手 等等 現在好像還有得賣 我不確定這件事 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什麼時候會正式 放出來 出面賣 好 今集的眼金金白金 就有很多特效 那我們就 期待 好 來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選擇 以下這麼多的影片 可以按下去 記得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以隔我們的字幕組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